各位同學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運用Final Cut Pro 本身的字幕軟體 就能夠製作動態的字幕效果 不需要借助Motion 或者是其他的套件 來達到這樣的效果 因為Final Cut Pro的字幕 本身的設定 也可以安排它的移動的路徑 還有移動的效果 之前我曾經跟大家介紹過 如何使用Transform的工具 來達到移動字幕的效果 今天介紹的是 利用字幕的設定裡面 它本身就有的一些功能 來達到一些效果 這個地方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製作了幾個 簡單的動態字幕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看一下 好目前有四個 這個簡單的動態的字幕 這個全部是用Final Cut Pro 本身的字幕軟體來做的 沒有借助 所有的外面的工具來製作 那麼後面呢 我製作了兩個現場的字幕 但是還沒有動態的設定 這兩個字幕 這兩個字幕 那這兩個字幕是怎麼做呢 基本上是透過一個是Custom 把它拖過來 然後就成為這個字幕 那另外一個叫做Custom 3D 就製作成這個字幕 那這個字幕就是 擷取這些字幕模組 拖曳到時間軸上之後呢 然後打上你要的字幕 假設我們從第一個開始 這個字幕 然後 進這個位置 然後你看到 這就是我打進去的字幕 然後調整每一個字的顏色 還有大小 位置 調好之後呢 接下來就我們開始製作 這個字幕的動態效果 那首先我們要進到 這個地方 這個T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字幕的 video的效果 就是它的視訊的效果 你點選它 然後你看到這個inspector裡面 有兩個大的區塊 一個就是 in in就是進場的設定 另外一個是out 就是出場的設定 你只要設定這每一個細項呢 就可以達到你要的視覺效果 但是這個視覺效果呢 你必須要不斷的嘗試 就是說你必須知道你確切要的效果是什麼 然後根據這些工具呢 去一一的去設定參數 你就可以達到你的效果 好那我先介紹一下 這裡面每一個小單位的意思是什麼 那首先這個是一個動畫的字幕 這個是custom3D 那麼它的設定跟一般的custom 有一些差異 那我們看一下它這個地方 第一個是animate by 就是說你希望這個動畫 我們點這個位置 它是要整體來動 還是一行一行的動 還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動 還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動 那這個character是without space 就是中間沒有間隔的character 那這個character呢 就是它只要有間隔 它就會分開來 假設我們現在選擇 用character 就是用字母 英文來講的話就是animate animate 一個a就是一個character 那word就是animate 是一個word 那line呢 就是animate這樣也是算一個line 那inf fcpx這也是一個line 所以你可以設定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動畫的單位 然後spread呢 是指一個字和一個字之間的這個分散的這個間距 大概是多大 那這個參數呢 基本上你如果把它調小一點 如果是0的話 它就一次整體出來 不會變化 那如果你把它調成比如說 好 用2好了 它就會 就是那個字母之間的間距呢 會稍微分開一點 那如果你如果調的數字越大 那麼它的字的間距就越小 然後它會整個字就進來 不會分animate 好 假設我們把它調 數字小一點 我們就直接點它用大 這也可以說2 然後text anchor就是 字的停字 這個文字的停字的單位是 我剛剛講過就是 有整體的或一行的或一個字或一個字母 我們暫時選character 然後speed呢 是指它進場的速度 那進場速度也有這麼多可以選擇 是固定的速度或者是緩慢的進入 緩慢的結束 或者兩者都是緩慢的 或者是加速的或減速的 或者先加速再減速等等 我們就選擇一個叫ease out好了 就是結束的時候會緩慢下來 然後direction in呢就是 就是進場的這個算是一個方向 它的方向是指說這個字的方向 比如說進場是由animate進來 不是etamina進來 這個就是forward 那麼我們看一下backward就是etamina這樣進來 那center to end就是從中間開始進來 然後到雙邊 然後ends to center就是從雙邊到中間 random就是隨機 那move in就是進場的動作 我們隨便設一個 比如說是left 左邊進來 那rotate in就是指旋轉的進來 我們可以選擇 這裡有非常多的選項 我們暫時不選 那我們就是 先看一下這個簡單的效果 大概是怎麼樣 好這個就是left move in的left 然後它是用character 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進來 然後它的spread是2 你看一下如果我把這個spread拉長一點 那再看一下這個效果 它的字會整體 比較就是每一個字母間距就比較近一點 好那如果你喜歡原來的 那你就回覆 回覆用2 一個字母一個字母進來 然後再來scale是大小 就是比例大小 這個我都沒有設定 none就是沒有 那如果要選擇的話是 gross是變大 shrink是變小 那我們暫時不讓它變大變小 那fade duration in 是指說它淡入 它在進場的時候淡入的長度 就是fade in的一個長度 你這個拉的越長 它就變得越長 那我們想就是不需要做fade in的話 你就不需要設這個 tracking range 是指字的間距 字的間距 在進場的字的間距 好 我們把它縮小看看 好這個是它會先擠在一起 那字的間距如果你們放大 它會先鬆的進來 然後再縮起來 好 那我們恢復它原有的至中 那retime in是指說 在進場的時候的變數效果 那麼你可以加速 比如說這個 這個我們把這個數值調大 我們看一下 好這個速度太快了 我們還是回復原來的 原來這個速度還是比較接近 我們想要的效果 大概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看out 這個speedout就是 它出場的時候速度是怎麼樣 這裡面有這麼多可以選擇 就是開始慢 然後逐漸加速 那這叫ease in 那麼direction out 就是出場的時候的順序 那麼就是你要設定它是 由頭開始出場 還是由字的尾端開始出場 那我們還是用頭好了 那出場的動作是什麼 我們要選一個 比如說我們向上 它有這麼多你可以自己個別去試 那random是隨機 隨機 zoom up就是 向上放大 zoom down 向下放大 這是向左 向右 向下 向上 我們選向上看看 這個效果大概是怎麼樣 就是出場的時候的效果 好這個是出場 好我們看一下 再下來是這個 fade duration out 就是出場的時候的淡出的效果 的長度 你可以把這個數值調大 它就會那個 飛到時間比較長 那原則上可以不用設定 tracking range 就是指字的間距的範圍 大概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這個地方曾經測試過 這個只是出場的設定 read time就是這個變數的設定 好 那麼大體上這個字幕我們做出來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效果 好我們再來看第二個字幕的效果 我們先點選它 然後壓 往上的箭頭 playhead回到最起始的位置 然後我們看一下 也是要點這個T 然後它會打開這個inspector 就是動畫設定的一些按鍵 好第一個叫opacity 就是透明度 我們將這個透明度先拉到最低 我們看一下它的效果會是怎麼樣 它等於是一個字一個字的跑出來 好我們再看一下 第二個是position 它分為xyz軸 那麼你可以關起來或打開它 那麼假設我們現在要讓它 由最右邊進來好了 好我們可以點x軸 然後 然後 向右拉出去 我們看一下這個效果 它就會變成由右方進來 這些字母會由右方進來 好那麼in scale就是進場的比例 比例大小 就是字本身的比例大小 那in rotation就是進場的旋轉效果 進場的字的間距 那麼進場的模糊度 那進場的序列 進場的序列 一般來講 進場的時候我們都選擇from 那to就是它會到它的終點去 from是從起點的意思 那through是經過起點 through inverted是反向經過起點 from keyframes就是自己設定關鍵點 好 那麼 in unit size就是進場的單位大小 就是我們可以選擇character就是一個一個字母 那或者是一個字或者一行或者全部 那麼in spread是這個進場的時候的字的間隔度的大小 就是字的間隔度 假設我們選擇多一點的話 它會一次就是快速的一同進來 那我們還是回復到原來的設定好了 好in direction就是進場的方向forward 就是從字的起頭開始進來 那麼它也可以從字的尾端進來 或者從中間或從兩邊 或者隨機 進場的speed in speed 就是固定的速度 或者是開場是緩慢的 或結束是緩慢的 或雙邊開場結束是緩慢 加速減速或者是自定 好 進場的variance 就是進場的一些變化 它會隨機給你一些變化 你可以去試試看 那麼in duration就是進場的長度 那麼向左呢可能會加速 速度變快 那向右邊一點速度會變慢 速度稍微慢一點 好我們開始回復 然後下面是out out opacity就是出場的時候的透明度 out position出場的位置 假設我們出場要讓它朝向我們放大 那麼我們可以選擇z軸 z軸這個位置我們點一下 那麼你可以藉著拖曳或直接輸一個正數 比如說正350 enter 那麼這個字母就會朝向我們放大 我們從頭看一遍 好它一個一個的朝向我們放大 那我們想讓它不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放大 好我們選擇這個地方out unit size 我們選擇all 那它就會整體放大 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out unit size的設定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這個position 下面是out scale out scale是指每一個字母大小的變化 out rotation就是它的旋轉變化 out tracking就是字的間距 它的本身排列的間距 然後out blur就是出場的是模糊度 out sequence就是出場的序列 to就是到終點 到終點 from是from終點 那through是通過終點 through inverted就是反向的通過 反向的通過終點 那這個是利用關鍵點 好再來是out spread 出場的spread 就是它的字的間隔度 然後出場的方向 這個之前也有講過 就是從字的起頭或字的結尾 然後出場的speed 出場的速度 是等速或者是先慢或後慢 這類的 再來是出場的變速 這個你可以自己去試一下 改變它的參數 它會有一些變化 好那出場的這個長度 大概就是這些參數的設定呢 你可以自己去嘗試去實驗 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效果 那這個字幕最後的效果 大概就是這樣 好那這個就是 我們藉著設定 Final Cut Pro 字幕本身的一些動態效果 來達到動畫的字幕 好今天就跟大家示範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